特别关注的抗原检测测试盒已经正式上市了 我呀一直盯着这事呢 这速度堪比闪电 昨天政策抗疫落地 今天这检测试盒呢 就咔嚓一下就来了 速度杠杠的 那么这个上市的检测试剂盒都有哪些呢 3月12号国家药监局批准万福生物 深圳华大英远因药 北京金沃夫生物 还有南京诺维赞四家公司研发的四款新冠抗原检测试剂盒 通过了药监局的注册信息变更 再加上3月11号批准的北京华科泰生物 目前呢是有五款新冠抗原自测产品正式上市了 这也就是说呢 与抗原检测应用方案相配套的居家自测抗原检测试剂 将登陆国内市场 居民呢可以通过零售药房 网上销售等渠道呢进行购买自测了 是的那除了在哪能够买到之外 大家伙最关心的就是 这个抗原检测试剂盒多少钱呢 贵不贵呀 多少钱一盒是呀 这个很多媒体的记者呢都已经为我们打听到了 北京金沃夫生物的工作人员告诉上游新闻记者 那除国际订单之外呢 公司将开足马力生产全力供货国内订单 把行员检测核试剂盒产生提高到170万人份每天将指导价呢将低于50元人份的这个核酸试剂盒的价格定下来 哎那自买自测我们是又方便又简洁哈在这我们再次提醒一下就是这个新冠病毒抗原自测呢它适用于隔离观察人员还有社区居民对于隔离观察人员的除了要做核酸检测之外要求在前五天每天要进行一次抗原自测抗原检测阴性的无证 证状的居民继续密切观察或者呢再做检测那么有症状呢赶紧去发热门诊的医疗机构来去就诊进行核酸检测这个抗原检测就像是新冠病毒的第一次筛查 以前是医务人员来做现在这个居民自己就能搞定了 复旦大学副数化山医院感染科主任张文宏是这样说的说这个抗原吧就好像是病毒外面穿的衣服核酸呢就是病毒里面的基因 这个抗原的检测方法呢就是从抗体出发去测衣服 然后综合这个特异性之后呢就可以让病毒给显示出来了 你这病毒穿没穿衣服我就会看出来有没有了 他还说呢最近大家伙也发现了奥密克戎变异毒核出来以后呢 整体上病毒传播速度呢在加快 不仅仅在上海包括全国其他地方的不同地区出现比较多的病人 而且呢在短时间内这个病毒传播的速度很快 这时候就会发现检测速度如果仅仅依靠核酸呢 就会有一定的局限和困难 对抗原检测居家检测速度很快 而且在条件比较差的医院也可以检测费用也比较低 在这呢我们再次强调一下用监测试剂和自我监测 只是起到出筛的作用 发现问题呢有异常 您还得去发热门诊做核酸确定 是不是感染了新冠病毒 嗯